与伴侣的相处态度有些疏离 导致你内心非常不安 觉得爱情很辛苦 需要个人的空间 也需要多去见见更多的朋友 与伴侣在教育小孩的问题上 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月亮进入水瓶座 并四分金星六分土星 与射手座的太阳形成四分像 在追求自我和个人成长的时候 受到情绪的干扰 同时自己疏离的态度 导致亲密关系上压力很大 但是高远的想法和态度 却有助于未来的规划 而且自己对待人生负责任的态度 使得自己在朋友中受到尊重 太阳四分木星和凯隆 带给我们的是 在进行自我追求的道路上 不得不要面对过去的伤痛 以及成长所带来的压力 展示了 可以用手机的手机